好,那接下來呢 要到 這一個材質 把這些都縮小 這個關掉 一樣,隔離杯子 縮小,放著 好,我要調整的是 這一顆,就這裡 它的Diffuse要加上 一張標籤 Diffuse要加上一張標籤 那在這邊呢,你就直接選 Diffuse Color Bmap 那張圖有單獨給同學 或者如果你有下載 在Public目錄裡面 我的目錄裡頭的 All Map Free裡面自然就會有這一張 TGA 這邊還有一張JPG 好,那先看一下貼JPG是什麼樣子 好,然後 這是杯子 好,開一下 UVW Map 因為現在這個杯子 應該踢上去會亂七八糟 開個UVW Map 好 好 沒關係 找軸向 有了 好,那它貼上去會長這樣 好,當然它就整張投影嘛 所以就會變這個樣子 所以 還記得貼圖的 瓷磚參數關掉 調整貼圖的大小 那現在就會有一個標籤在這裡 好,長寬可以從這裡控制 或者你覺得從這個控制很奇怪 改成用這個控制也可以 直接調那個投影機的Gizmo 就這一片 裡面那片橘色的Gizmo 直接調那個 移動的時候也是直接移Gizmo 好,那我就可以貼標籤 但是JPG貼上去的標籤就會長這樣 就會長這樣 這不是我們想要的效果 好 我想要的 貼上去的標籤應該只有中間那一圈 所以我們不應該貼JPG 好,這種東西你一定要選擇 正確的圖檔 TGA TGA 代α 好,看一下 ViewImage 代α 好 一樣的 Tile關掉 那現在就可以Render 它沒有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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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下 TGA 好,alpha的來源是 Image alpha 好 那 Mono 就是黑白輸出 Alpha Premedia alpha 關掉 剩標籤 好,剩標籤 那這個標籤的大小 還有投影的方向 用這個控制 缺點是這邊也會有 這裡也會有 背後也會有一個標籤 這樣子做背後會有一個標籤 當然不要這樣子 好,所以是投影的方式要改 改成圓柱 Z軸向投影 好,然後我們自己人工調整Gizmo的大小 直接調整Gizmo的大小 就是 一樣都射一樣的出氣 然後移動 中文輸入 難怪按不出來 好,自己大概就搬到那個杯子的中間就可以 差不多就行了 這個不用非常的精準 沒有關係 好,那它就會變這個樣子 一樣的 從這裡控制Tiling 把它拉開 把它拉開 那 你就去調 好,因為它是一個圓柱的結構貼在上面 好,那高度其實用這個控制就好 高度用這個 直接用Gizmo 只有 水平 用Utile 因為磁磚貼圖關掉 好,磁磚貼圖關掉就可以用這個控制 這樣會比較 貼上去會比較不會有投影失真 而且背後不會有 因為它現在是一張 捲起來的圖 很多張捲起來 但是周圍不出現 只剩下中間這一個出現 就會很漂亮 好,那調一下大小比例 Gizmo的高度 讓它看起來是比較接近正圓的 好,然後旋轉Gizmo 好,它的位置呢 要透過旋轉Gizmo來調整 看你想要把它放在 什麼位置上 好,比方說如果是要正前方 就轉過來 一般來講我們應該是 左手拿著杯子 然後在這一面秀出它的mark 就是一般來說 應該會打在這裡 或者打在這一面 好,看設計 那我把它打在這一面 這樣子高度 所以我們有一個這個杯子 好,等一下角度要調一下 那一面是黑的 好 好,這樣子標籤就貼完 不過我先把杯子轉方向 轉到有燈的方向去 這樣子看 好,有杯子 有一點扁 再調一下Gizmo 好 好,好多了 好,Starbox 那還是有點缺點 看起來好像這個 這個標籤印上去不好看 沒關係,再來 把這一張拖給凹凸貼圖 拖給凹凸貼圖 好,那 Alpha RGB輸出 改成 不行,這樣不能這樣拖 等一下 按著Shift複製一張 要複製一張 為什麼要複製一張 因為如果我把它連動起來 就這個拖過來的話 它會吃同一個參數 我改給bump貼圖用的 會動到RGB顯示的 這邊要看到彩色 這邊要看到黑白 所以RGB輸出也輸出灰色 就是bump這一張 輸出這樣 彩色這張不要這樣輸出 彩色這張還是輸出原來的這個樣子 好 Alpha 這個Alpha RGB 那bump這一張 放在bump這一張 改成 Mono Output Alpha RGB Output也輸出Alpha 好 那這樣的結果是什麼 拉緊一點Render 這個就會有厚度 這個就會有厚度 就會扔出一個標籤的感覺 有個厚度感 凹凸強一點 給同學看 這樣子這個角度 有沒有 就有一張紙 很像一張紙的標籤貼在上面 印刷上去的 浮點那個 網板印刷印上去的那種厚度感 好 OK 所以標籤這樣的設定才算完成 可以把所有東西叫出來 好 再調一下角度 鎖角度記得開著 找一個不錯看的樣子 的位置 好 那就有個杯子 橡皮的底部 這個金屬還可以再調整 應該是 針對它的 底色做調整就可以了 2號是杯子的金屬 這裡 那我們把它調 因為它現在為什麼會黑的 因為我們整個場景幾乎全部是黑的 它沒有東西可以反射就會變黑色 那我們可以把它本體的顏色調淺一點 就不會這麼黑 好 不過會變成灰色的 質感就是了 那暫時先這個樣子 好 所以 其他的東西 自己再微調一下位置 然後搬過來放 好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作業的取景角度 就是要呈現這些東西 好等一下我會再把呃呃呈現的距離 大小再做一次說明 好那我們還有椅子還沒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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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